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未将冲天 三年不明 明将惊人 楚庄王当时回答吴举时倒是豪气冲天啊 但事后他却把他的豪言壮志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没错 俺就是气势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爱子 国君的罪 骗人的鬼 吴举不劝谏还好 劝谏之后啊 楚庄王反倒更加放纵 这一连几个月啊 楚庄王每天照例开着豪车到处浪 哎 就在这时 有个不怕死的大臣叫苏从 他洗白了脖子 然后去见楚庄王 要跟他谈理想 谈人生 横的怕愣的 愣的就怕你这种不要命的 自从跟苏从谈过一次话后 楚庄王仿佛跟被雷劈过似的变了一个人 从此不再吃喝玩乐 每天跟打了鸡血似的 没日没夜的加班工作 工作使我快乐 他还一口气杀了几百个不好好工作的员工 然后又给一批兢兢业业工作的好员工升职加薪 今天工作不努力 明天没命找工作 在楚庄王的努力下 楚国迅速壮大 楚国一壮大 楚庄王的野心就膨胀了 他开始北上谋求霸业 想弄个霸主当的 没当过霸主的人生 不完美 路过洛阳时 他非要打听一下周天子家里全球限量版的九鼎的情况 九鼎是咋来的呢 为啥各国诸侯总想得到它呢 原来啊 九鼎是大羽用九州的青铜铸造而成的 因此九鼎也象征着天下 它本来是用于祭祀天地和鬼神的 没想到后来竟然成了夏商周三代的传国宝器 据说得九鼎者可得天下 所以诸侯们都想得到它 九鼎重不重啊 是西州的还是上州的 帮游吗 问鼎中原这个成语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周天子的使者见楚庄王竟然打起了九鼎的主意 便劈头盖脸地将它数落一番 哼 你这种货色还不配询问鼎的轻重 从哪来的 赶紧马不停蹄地滚回哪去 哼 有九鼎了不起啊 我们楚国也会铸造 你们铸造的山寨货能跟我们的正品行货比吗 楚庄王挨了一顿皮 跟吃了苍蝇似的 心不甘 情不愿地走了 我还会回来的 你当你是灰太郎呢 虽然没有得到九鼎 但在北上涂霸的道路上 楚庄王可谓一路绿灯啊 先后灭掉庸国 萧国 降服宋国 击败晋国 成功当上霸主 霸主轮流当 今日到我家 历史支持点 俗话说 浪子回头金不换 作为极品浪子 楚庄王不但及时回头 而且还成就了一番霸业 不失为一代明君 更值得称道的是 他还为后人贡献了问鼎中原这个成语